小姐你轻微服我告诉你 还有什么 那个见兮兮的待妹狗王青木川终于又回来了 我们很多人也许已经看见了前段时间的赏金赛 自从大狗和陈月的决裂之战打完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新节目了 再加上前段时间的生病 以及现在不能继续挂小手柄 每天入不敷出 这让大狗更是身心俱疲 而昨晚他又突然开小号直播待妹 开局第一把就碰上了两个很有意思的越南妹妹 系加了微信又要到了照片 而紧接着大狗又碰到了两个妹妹 他们从进游戏就知道大狗是主播了 只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而他们的另一位男生队友却早已认出了大狗 小姐姐迫切地想要知道大狗的真实名字 而大狗和他的男粉又故意吊住小姐姐的胃口 对于我们普通的游戏玩家来说 和主播能够撞车同一把游戏已经属于是幸运了 而能够和主播成为队友更是运气好 这两位小姐姐虽然知道青木川是主播 但却不知道他具体叫什么名字 而大狗和他的男粉又一直不愿意透露 这就让他们的好奇心变得更加强烈了 屏幕前的你们有没有在打游戏途中碰到主播呢 当你们得知队友是主播的时候又是什么反应呢 但看着两个小姐姐的反应 他们的确非常迫切地想要知道自己上了谁家的电视 而青木川会轻易告诉他们吗 看到这里 我们暂停一下 如果你想像青木川一样碰到这么有趣可爱的妹妹 那你们就上牵手 找对象上牵手 不怕提要求 要求越多 推荐的人越准 愿大家都能够在牵手上找到你们喜欢的另一半 看到小姐姐已经逐渐失去了耐心 大狗也是拥用起了自己的惯用聊妹姐呀 你倒是说呀 我真扶你啊 你倒是说呀 对哦 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小小姐姐 我告诉你怎么样 你说啊 亲为主我告诉你 我的网卡 我的网卡 小姐姐还是很懂得转移话题的 而大狗也并没有继续聊下去 看得出来 这个妹妹还是很有原则的 看着妹妹逐渐对她失望了 大狗也让男粉告知小姐姐自己的身份 而当男粉告诉小姐姐 她匹配到的是和平精英的顶流主播青木川的时候 小姐姐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 你跟他说吧兄弟 他完了都要 小姐姐 你知道吗 知道啊 青木川 当狗 他是个蛋的青木川 他绝对不是青木川 大狗妈 你这么说我的偶像 小姐姐很笃定的说 这不是青木川 因为青木川的声音 和他在游戏中听到的声音根本不一样 而青木川本尊也顿时愣住了 对于小姐姐刚刚说的话 他也是无心之失 请大家不要怪小姐姐 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有些人在游戏中碰到主播的第一反应就是 闭脉不敢说话 而有些人却大大方方的和主播进行交流着 这个小姐姐之所以说他不是青木川 也是因为被他游戏中的声音误导了 所以请大家不要见怪 而当男粉再次肯定他就是青木川的时候 小姐姐便立马去平台搜索他 之后游戏中就变得异常的安静 我们也都知道 这是小姐姐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你们俩回来了吗 你看了吗 我没去看了 你也回来了吗 啊真的 真的是吗 什么叫哭一会儿 为什么他要哭一会儿 也许是小姐姐意识到自己刚刚说错话了 也许是他进直播间看到了很多不友好的弹幕 所以他才表示自己要哭一会 毕竟就因为无意中碰到一个主播 无意中说了一句他不是青木川的话语 就遭到了直播间粉丝们的言语攻击 这给谁都无法承受 但小姐姐在游戏结束后 还是继续选择给青木川发照片 但前提是照片不可以公开 这个要求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没有几个人会想让一万多人看自己的照片 喂 哭完了 哭好了 好多人加我呀 加你 你是我的号兄弟们别加了 我不开心了 没有 真的 你为什么不开心 我睡不着觉了今天晚上 我觉得没认出的要走 该说不说 这个男粉还是挺会来世的 很多人家小姐姐可能会有黑粉是故意加他骂他的 但是更多的是觉得这个小姐姐性格非常耿直 想要和他一起玩游戏 这是青木川每次带路人 路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而大概小姐姐不开心的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很快的认出自己喜欢的主播吧 而印象自恋的青木川觉得每个小姐姐碰到他之后都会忍不住的爱上他 可这两个小姐姐喜欢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颜值 你也是喜欢他直播间的声音是吧 嗯 你们是我声音 我都 我声音还能吸引一份子啊 不应该都是看他妈脸来的吗 都喜欢 哇等一下我手好痛啊兄弟们 直播间的声音和 游戏里面的声音都一样 有些小姐姐是严控 胖到帅哥就走不动路了 而还有些小姐姐是声控 就喜欢声音好听的小哥哥 每个人对自己喜欢的人和事物都有不同的认知和看法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 大家也不要过多的去解读 最后小爱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喜欢川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请大家打在评论怒气分享一下吧